高端陶瓷是朔州实现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发展 形成多元支撑的产业 近日朔州市举办陶瓷产品进出口交易会 激励交易会打造中国陶瓷外贸基地 这次交易会以助推朔州经济转型发展 打造中国陶瓷外贸基地为主题 来自全国23个省市以及俄罗斯、澳大利亚、美国等 31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名活内外客商齐聚这里 与68家当地陶瓷企业举行投资洽谈和项目签约等活动 这些由朔州应线首创的陶瓷乐器 全部用古制瓷制作 对烧制记忆有很高的要求 我也做陶瓷做了好多年了 但是陶瓷乐器还是第一次见 因为它这个声音听着还是埋乐耳 什么各方面都是不错的 我觉得今天的活动非常成功 有非常多的展商客商过来 希望在这边找到非常有利的合作伙伴 在这次交易会上 共成功签订了贸易订单144份 交易额11.1亿元 其中外销订单41份 交易额2.63亿元 此外还签订招商引资项目23个 总投资额39.3亿元 山西台和硕州台报道